聯盟裡面有什麼 我就剛剛看到敬達河谷 到現在是25個 剛開始都大概17、8個 整個土地面積加起來大概1萬1亩 就是4千多公頃 4千多公頃有多大 就是比號稱現在台灣史上最大的 獨立增速案的桃園航空城 3千多公頃 還要再大的1千多公頃 全部加 但它是分散 這些土地 總共受到影響的農民加起來有千問 那這些都還只是在聯盟裡面 可能有一些更小的農民 或者是別的地方農民 它就是自己在自力抗爭 或者沒有加上任務 所以這是一個單舊聯盟裡面 給大家看到的圖像 主要反抗策略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就是打官司 有時候是被告 有時候是告人 那告的對象有政府 也有可能告私人 私人好像比較少啦 基本的策略就是 用當事人去提出司法訴訟 但是那個原因其實是要 換取一點行動的時間 什麼行動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跟政府做政治上的協商 用各式各樣的理由嘛 我們實際上有生產 我們農業產這邊都有算上我們一份嘛 我們只是沒有土地權利 所以能不能讓我們安置啊 你其他找別的土地嘛 我剛剛提到 馬來半島有的是 土地面積是台灣的四到五倍大 所以人口也是差不多一樣 所以按理來說 它如果土地資源的分配是合理的話 它的那個衝突跟排解效應 不管是工商然後房地產 跟農業的排行業 不應該有這麼大 所以如果政府願意的話 安置其實不是太大的問題 或者就是說 你真的不願意給我弟 那你補償我嘛 我有生產 我這邊有一些成本設備投進去 你要我整個清調總要賠我一些錢這樣 所以會做這種政治協商 那通常大概政府就是不理 在台灣大概也是一樣 那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去集會抗議啊 那媒體報導啊 最後可以形成壓力啊 試著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但是這些就是要用訴訟 因為有訴訟 然後你可以跟法院申請 暫緩執行 緩拆 你的土地就可以確保 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你可以繼續去協商跟抗議 可是事實上的狀況是 勝訴的機率大概都不高 所以大概就是拖到一個時間點 假設你真的沒有辦法 找到很好政治上的破口 你輸掉訴訟 後面就是聽天用命 就看政府想要對你怎麼樣 所以聯邦做什麼事情 那你就去抗議囉 這是比較好玩 這個是等一下會講 這是 這在Push out Jaya 是馬來西亞的行政中心 所向府 所以也去到中央政府抗議 那前面講的這個是 在PD的州政府的前面 那很好玩 2015年有一次是 直接就把農產品搬到 那個州政府前面的大馬路上去 就做個市集 然後就抗議 然後就是大家聯合起來 穿綠色衣服這種就是 就是自救大聯盟制服 這真的是一條活魚 那個煙魚 對 剛剛講的這種農民 其實有很大分是做養殖的啦 在台灣我們會把它區分開來 但是在這邊的概念農民裡面 包括養殖的漁民 活動的下草大家很清楚啦 警察就出來 就把農產品一個一個拿走啊 然後你就會繼續做到 這個是州務大臣 其實 概念就是州的行政長官 在他前面你就坐下來抗議吧 紅色的就是社會主義黨的工作人員 最後結果就是大家一起被抓上去 在台灣大概也是 常見的非法抗爭的 最後狀況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他們大概就做這些事 可是 陳如我剛剛前面所講的就是 這是一個過程 他為了其實是要縮動政府 便會出來協商 可是實際上的結果到最後都不好 P的部分我會講三個案例 第一個是和風 和風在哪 在上面 這個地方 呃 發生破千萬年農地大概就是這個範圍 OK 但是也是一樣廣告不重要 大家要先看一下 他基本上是這樣子 公有地 政府說我要蓋一個宗教學校 所謂宗教學校就是伊斯蘭學校 OK 所以 你必須是穆斯林 才能夠去上一個學校 但是這個是 在政策上面法律上面 在推動的一個東西 宗教化的一個過程 破千的時間發生在2015年 那時候憲政府通知這些農民說 我們要蓋學校了,請你們離開 影響的人數是那塊土地上總共有12個農民 後來有9個人對憲政府提出了告訴 整個農地面積只有23英畝 翻譯句話說大概10公頃左右 不是很大的土地 可是這件事情對自救大臣農民也好 對社會主義黨也好 都很有特殊的意義 原因在於和風 我剛剛講說社會主義黨有一席國會議員 這席國會議員的選區就在和風 所以和風的直接的中央議會的民選代表 是社會主義黨的議員 所以在這裡發生的事情 對黨的組織跟整個運動來講是有特別的意義的 他們其實也花了一些力氣 這個是那時候的一個為了要籌款的文權 這裡有9個農民 這一位是議員 就是9個農民加1個議員 10個人聯合對和風的憲政府提出告訴 那裡面當然就會有一些基本上的他們的主張啊 然後這個是給民眾看的吧 就是他有整個發生的過程 我大概整理一下就是 15年4月的時候發出驅逐令 當然就會一開始你都會嘗試去寫商 沒有結果 然後你就會寫信給周納成 寫信給副縣長 都沒有結果 到7月沒有辦法了 不能讓他真的進來把土地給整個產品了 就只好提示發生了 也就是提出告訴 因為他有一個公有地嘛 也就是沒有任何理由 可以在上面 但是呢 因為他們寫信給周納大臣了 這個時候周納大臣報告是 突然發出一個指示 是說希望縣政府再去釐清一下案情 法院的準與暫緩執行區 就有一個暫緩令下來 給你兩個禮拜的時間 你們去協商一下啦 根據農民跟社會主義黨的說法是 也沒有實際上發生什麼協商 可是兩個禮拜之後呢 5月5號那一天 再回到法院 法院就說 OK 兩個禮拜也過去了 如果你們還沒有結果 我不能夠再給你一次暫締令 因為你們已經敗訴很清楚 所以拒絕再發暫締令延長 2016年5月6號 今天早上我從台北坐飛機去馬來西亞 我下飛機之前就聽社長的朋友說出事 今天早上7點多農地裡面 就來了一大批人 基本上是警察啦 那前面帶頭的是州政府的 前一天法院宣布說 OK 我不能再給你這樣暫締 你們有沒有協商也不關我的事 所以司法上面的效力協議 隔天一大早 現在政府就進來 就要拆東西了嗎 那社會主義黨 當然有一些工作人員就開始 反正就會有一些衝突的發生 最後的結果就是一個農民 跟一個 一個 國會議員的助理 被靠上所靠 那議員就來了 協商 協商最後的結果就是說 我給你三天的時間 你把你這樣 還可以撿回去的東西趕快撿一撿 三天之後我可能會 隨時會再來 我就整個徹底把它清掉了 就不讓你留著了 所以基本上就 就經歷了一個很震撼的這樣的過程 隔天我才到了河豐 5月7號 那這一下午就跟這位農民 他叫盧邪利 盧山的盧 呃 四十多歲 他將近五十 五十出頭了吧 OK 他的故事是這樣 就跟比利整個勁打河谷 跟剛剛前面講的比利的整個 呃 礦業之後的整個經濟衰落發展 非常的像 他早年也是在工廠裡面工作 後來弄傷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這個這個 左手其實 真的有一個 就是有點工商啦 工商之後就在工廠裡面找不到工作 就回鄉 回到河豐 而一開始跟玉瑋復學的種菜 那種菜其實 不太好賺 那個價格也不太穩定 而且沒有經驗嘛 那後來就開始改做水果 然後大概就在這一帶的土地 那有了一塊土地OK 後來就擴大 買買買 像這塊也是被產品的地 你會看到後面 就是那天官方的人來 這個是木挖樹啊 是整個都被藍腰全部砍斷 然後包括像這種那種 沙水的器材也是整個都是砍掉的 呃 這塊地他大概用了 用了快十年 他自己的說法是 八年前的時候他去申請過 可是他說他去土地局說 欸我想要申請 使用這個土地 我願意繳租金這樣 土地局有人問他一堆 欸你的土地坐下在哪裡啊 地號是什麼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當然就有講說 欸我是農民 我怎麼會懂這些呢 那反正我就是 緬為親難 弄了兩三份申請文件 我自己一份 我太太一份 我岳父也一份 就送上去就對了啦 結果後來也沒有下文 那沒有下文之後他自己 摸摸鼻子也覺得說 再申請下去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就繼續種了 那他的菜呢 基本上不給批乏商 就是在和風的鎮上去 法薩也就是找市裡面 自己家人在賣 他也不請外勞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的小孩 下課的時候不來幫他做 所以全職在做農業 所以這個土地對他很重要 這一塊是他面積最大的耕地 那一天就被殘毀了 就整個整個毀壞了 但事實上他的旁邊就是沒有要徵收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塊肥法地 所以他還有比較小規模的可以做農業生產 而這種什麼呢 大概是木瓜酸肝就是我們說的機子 還有木瓜酸肝那些吧 橡膠 對 橡膠 所以實際上的狀況 那些農地上面的狀況就是這樣 就是所有東西都倒了 也來不及收成 那他更慘的事情是他那個水喉 就是那個灑水的那些水管 有的被砍了 有些是被臨近農地的外老 就摸黑進來 就把他拿走了 所以整個土地就是 這一塊就是沒有辦法再耕種這個狀況 這是另外一個 九個人裡面另外的華人 他叫 他姓楊 他是養魚的 你會看到後面是魚池是乾 是他自己後來放乾的 但那一天土地局來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的漁溫旁邊放機具的這個 小的公寮就整個都倒毀了 然後本來是想要 本來是想要把那個水閘打開 把水都放掉 後來被擋下來 然後他就緊急自己去搶修 反正 反正還有多少魚就先撈起來 能賣了就賣 不能賣了看 放到別人的魚池裡去或怎樣的 那最後自己把水放乾了 他的狀況就比較不一樣 他是半農半工 就是也沒有工商意外 但是反正就是鄉下地方 然後沒有去城市的好生活 所以白天在工廠裡面打零工 可是他自己的說法是一個月大概只有十天的工作 然後一天的工作大概是四十令吉到八十令吉 就是三百多塊台幣到八十大概六百塊台幣左右 日薪 以日繼承 所以薪水很低 養魚需要一些成本的投資 這塊魚溫地大概有三四個魚池 他從別人手上買下來的時候已經是魚溫了 然後自己做了一些整修 前年後後大概也花了十幾萬台幣左右 對他們這個收入水平的農戶來講 其實不是一筆小錢 但是用不到兩年 那魚大概是養五郭 五郭大概一年只收一次 所以他養不到兩年 就是他大概第二輪還沒有賣出去 就發生這個事情 那他的態度就是跟盧協力比起來就不一樣 盧協力就比較死硬派 他很佩合社會主義黨 想盡辦法要訴訟 希望去協商 羊的態度就會比較曖昧一點 他就會說 如果有賠償也就賠償吧 那反正我本來也知道這是非法地 所以政府早上也沒有辦法 那就會這樣 所以這裡面會呈現一些比較矛盾的事情 另外七個小龍大部分是印度人 這個叫Krishnan 他是養牛人 這也是一樣牛棚被捣毀 這個我也沒有記下名字 他是種辣椒的 就是那個辣椒 然後椒一盆一盆 用黑布把它包起來 然後你看到就是 這百二的辣椒園 是一樣的 就整個都產平的 他們的態度就是希望換地 所以我去的那一天 事實上就是 農民們就拉著一人 就開始到鄉下 農地的附近去找 所以我知道哪邊哪邊還有一塊空地 應該是政府 應該是啦 就是不確定 所以我們去看 看的如果OK 就是社會主義黨會幫忙 就去憲著土地局調文件 確認說這個能不能使用 然後有了這個東西 你才能跟政府說 你就能幫我換到這裡 因為政府不會主動幫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他們基本上的想法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對這些農民來講 尤其是這種小民來說 打官司是 花錢的 馬來西亞的規定跟台灣有點像 是敗訴的人要付糖費 所以你可以告沒有關係 但如果你不確定你自己會贏 最後你輸了 這筆錢就是你出 社會主義黨 剛剛前面 這就是剛剛前面看的那個文宣 農民控告政府的文宣 社會主義黨從2015年開始 介入這案件之後 還專門幫他辦了籌款晚宴 那馬來西亞非常有名的一個 前律師公會的主席叫安美嘉 如果大家照理一下 有一個不說乾淨選舉運動的話 安美嘉等於是 某一段時期 全馬的 他是印度裔的律師 全馬的律師的頭 他曾經是領導這個公民運動的 安美嘉是義務幫這個案子打官司 但是因為他在捷撥 所以他要倒閉以來 反正有一些交通上的費用 所以這種小黨 沒有太多錢的方法 就是籌管 辦晚宴 籌了一點錢 就支應這些費用 當初籌了8000令吉 大概就是8000令吉 不到10萬台幣 可能接近10萬台幣 都會繼續用 用到今年4月判書的時候 要付2500令吉的堂費 所以超過四分之一就付不去 所以很快後來就沒錢 所以我到那天就是 農地雖然被產品了 但是農民還在考慮要上訴 社會主席長其實已經 那個資金已經沒有了 所以就真的要到拔薩市集裡面去 去跟農民 再找市跟華人這些 居民們去做小額的募款 盧玄利 盧玄利家自己就在這個拔薩賣菜 所以他也要下去 就是地傳單 效果其實不是很好 我如果沒有記錯那天 好像從不到300令吉吧 就是大概就是10塊15塊這樣丟 所以也沒有多少錢 兩三千塊台幣 所以最後結果是5月農地被產了一些 然後後來有申請到暫緩令 因為他們本來一開始要上訴 所以上訴法院說 OK我可以給你暫緩令 但是農民們自己後來覺得 他們沒有辦法負擔那個上訴的費用 所以就撤回上訴 9月的時候 可是截至目前為止 官方宣稱的這個宗教學校的新建計畫 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就那塊地還是他被產倒的時候的那個樣子 只剩下盧協力跟剛剛講 你們的Krishnan兩個人 還在那裡種根 也沒有其他事情發生 不知道這段區塊哪一天要蓋 這個案子其實對我來講 影響蠻大的 因為對我來說 這個比 這個比你看跟失敗之後 政府馬上來蓋什麼東西 還要更慘 就是你告了政府 然後輸了 賠了錢 土地又被 農地又被破壞 到最後政府也沒有告訴你 我到底什麼時候要把學校告起來 然後東西就荒廢在那 那你也不知道 我現在還是趕快去找別的地好 或者是回來去做好 趕快去找別的地 我也不一定有錢 可以再去租那個地 所以大家其實陷入了一個將軍 沒有任何人可以解決 然後你也不敢再告了 政府也不會來主動跟你協商 所以對我來講 這是馬來西亞整個農民抗爭裡面 最悲慘的一面 不是他得到了壞的結果 而是這個結果是無聲無息的 好像整件事情從來沒有存在過 只是這群農民必須離開的 但是這群農民 acres間 但是 Lighting 那些甜點